在伊朗的旅遊熱點德克蘭,切拉子和伊斯法漢都有很多宏偉,但同時裝和很精緻的宗教建築 這些建築物都有一個很吸引我的特點,就是設計師很喜歡用自然光去照明室內的環境 這些自然光,為建築物帶來強烈的光線對比 只要懂得好好運用,在拍攝的時候就更容易把建築物的細節捕捉下來 運用集中的光線,可以為照片製造焦點 相反運用大範圍柔和的光線,拍出來的人像,輪廓和膚色都會特別漂亮,大家要好好運用 開放 三國 三國 八國 十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